新一期的王牌对王牌 华晨宇为大家带来了新的惊喜 即Kaz齐天大圣 华晨宇这次是用自己的真发 前段时间染的金发直接上场 像这样用假发做日常妆 真发出Kaz的也是够独特啊 华晨宇本就是浓颜大帅哥 完全hold住了这个夸张的很挑脸的发色 而且这一身装扮也比较还原 有种齐天大圣美猴王的张狂和肆意 华晨宇对齐天大圣这个概念也颇有自己的想法 曾经写过齐天齐天大圣两首不同的全世悟空的歌曲 值得一听 其实小编觉得华晨宇和孙悟空有相似之处 精彩绝艳 世间难得的人才 假发是黑色短发 也很活泼可爱 作为另一档节目春天花会开的导师也是更显稳重 除此之外 华晨宇在节目中有一段为哪吒的配音极为出彩 这是电影的高潮部分 哪吒做出命运攸关的抉择 华晨宇虽然使用的音色与原配音不同 毕竟成年男子不比原配音是女生配小男孩 但是情绪饱满 切换自如 引人入胜 听的人落泪 就好像唱歌一样 华晨宇的情绪爆发十分令人惊叹 恰到好处 而这些台词也字字诛心 道出不甘的心声 与父母离别这一段 华晨宇演绎的也十分动情 也许牵动了自己的经历 格外有共鸣 结束后 专业的配音导演对华晨宇的表现赞不绝口 有真情也有技巧 华晨宇在声音表达上的天赋可见一般 推荐大家去看这一段的视频哦